这个项目的全称叫空港云城市会客厅 部长面积4000平米左右 分为三层 我们是19年开始整体介入 然后20年的7月份进场施工 目前已经完工 并且满足了接待参观的条件 这个馆的主要展示内容是 双流和空港商务区的规划内容 因为这个项目叫做空港云 所以我们在设计的过程中 运用了大量的航空元素 比如说飞机的悬窗 发动机的引擎 然后还设置了很多专属的航空主题的展项 比如说我们的飞跃空港飞行影院 还有展示双流当地特色的 一些展项 比如说一楼的32米的长卷 把双流几千年的历史 综合地直观地展示出来 希望大家可以去现场地参观 我觉得最让我难忘的点 就是刚才说到的那一幅长卷的创作过程 因为我们是和当地的专家领导 经过多次的开会碰撞 同时我们团队也去实地考察 考察了大量的博物馆 古镇以及其他的一些机构 花费了三个月的时间 才把这一个初稿创作出来 然后又花费了三个月的时间 让这部长卷整体的动起来 前后花费了有半年多的时间 创作这一幅属于双流的清明上河图 我希望空港云城市会客厅 在展示双流的特色与机遇的同时 能够以开放包容创新的姿态 迎接每一位参观者 让他们感受到宾至如归的感觉 同时也希望双流作为航空经济之都 能够展示它强大的经济 强大的思想 强大的文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époque将在这里有 whose导致